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德国时间3月10号 大概是上午11点半到12点左右 我今天骑自行车出来 到这个地方来录个节目 这是我最喜欢的科隆 我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地点之一吧 因为在这里我觉得这个环境非常好 也非常安静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这里好特别绿 或者是春天到4-5月份的时候 这里野花开着挺漂亮的 我有一次是秋天来 红叶这一带树红叶也特别漂亮 然后在这里有人在牧羊 再加上后面的背景 我当时觉得太美太美了 还有夏天天气暖和的时候 这一带很多人在这里做日光玉 我们知道西方人他在这方面特别放得开 然后呢德国人又特别特别放得开 举个例子吧 在德国 丈夫和老婆可以和孩子一起 裸体去桑纳 而且德国的桑纳 它是男女混合的 不像中国那么分的 那么呃彻底 在中国我记得应该是男的进男的那边 女的进女的那边 在德国是混合的 而且在德国呢 这桑纳那个 叫芬兰那个桑纳玉里面 很多人都是光着身子的 就是全部裸体的 男女全部裸体 还有在这里一样 日光玉也一样 在这里也有不少人也是全部裸体的 或者是呢 有的就是美女们稍微可能矜持一点 她穿着那种比基尼 比基尼它不像中国那种比基尼啊 它比基尼就是好像只有一根线 哈哈 只有一根线 其实呢 就像跟裸体没有什么区别了 然后这里它在晒太阳的时候 就把它全部把它卸掉 就这样 然后要是我自己的不好意思 我来夏天 我来这里的时候 有的男的在这里啊 他就 旁若无人的在这里走路 就他们裸体 然后那个甩来甩去甩来甩去那个东西 他们觉得很镇定啊 旁若无人啊 反正你这些观众 你觉得反正不好意思 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德国人他们特别放得开 还有另外一个在慕尼黑的人 肯定大家知道 慕尼黑有个叫英国花园 英国花园呢 就叫伊萨 以萨河两岸 它有一条很小的河 就是穿过英国花园的 非常漂亮 英国花园里面 那个河水也非常清澈 但是很冷 因为它毕竟是从 阿尔卑斯山的那个雪 融过来的 所以即使夏天 那个水也特别特别凉 在那个伊萨河 就是英国花园 伊萨河的两岸呢 天气好的时候 也是特别特别多人 在那里做日光玉 大部分人呢 都是全裸的 记得好像有些比较好奇的 一些中国或者东亚的那些游客 到那个地方 相当于一个旅游景点 然后专门偷偷的去偷拍 这点让那些德国很反感的 你们这些亚洲的那些可恶的游客 去偷拍我们 不过这是人家不同的文化 我们要尊重啊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你很自然的 过你个人的生活 我觉得无所谓啊 对德国这个桑纳男女混合的 我也觉得见怪不怪 反正我也去过 也见过了 无所谓 刚才很多是相当于八卦一些东西一样啊 我们今天我想讲的话题就是 但是我朋友圈里面有两个德国人呢 今天或是昨天在讨论一件事情 也是跟当前这个国际局势有关的 就是德国的能源 涨价是涨得厉害啊 一天一个价 一天一个价 德国的纬度 大概是嗯 北纬50度左右 相对于中国的哈尔滨 到墨河这一带这个纬度 你这想想看冬天有多冷 当然德国的冬天是没有 哈尔滨啊 那边的冬天那么冷 因为毕竟这里呢 它一般西伯利亚的风吹不过来 吹得过来的一年 可能就是最多一到两次 而且是柏林那边要比我们这边冷 因为毕竟那边离西伯利亚更近一些 所以这里冬天不是特别冷 一般来说最冷 也就是零下五六度吧 平时一般就是像元月份 二月份就是零下一二度 白天几度 像今天好像有最高气温有十一二度吧 因为它天气好啊 但是晚上还是零度的 德国的冬天很漫长 一般是从10月中下旬开始 就真正的算冬天了 要开暖气了 如果是海拔高一点的地方 比如说海拔五六百米的 可能9月中旬就要开暖气了 有的时候我在这里 因为太冷了 我也是9月中下旬也要开暖气了 一样 到第二年的 大概是三月底到4月中旬左右 大概是半年左右 至少五个月要开暖气的 而德国的暖气 它有两种 有的是专门供暖的公司 远程供暖 还有大概有一半 就是自己那栋楼 有供暖的设备 而这种供暖设备 一般来说是烧油的 烧石油的 所以你看这牵涉到石油价格 非常敏感 像我们这栋楼自己供暖 我们油买得早 所以今年呢没有关系 到明年 这个油价就对我们 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我这两个德国的朋友们呢 他就在交谈 谈到他们家买油的问题 因为车身利益来了啊 他在网上就比较一下油价 3000升那个油 现在一升是1.7到1.8欧元左右了 这个暖气的油啊 它没有那个 普通的汽油那么好 便宜一些 但是也差不多1.8欧元了 一般来说要3000升左右 3000升什么呢 就是大概就是一个小的 那个独栋的一栋楼 大概200平米左右 因为一平米一个冬天 大概需要15升油 所以200平米就要3000升 3000升如果是1.8 很好算就是5400欧元对吧 然后还加上那个运费呢 还有加上服务费 所以你看这个人对比呢 是5800多欧元 5894好像 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 等一下 我就把它放出来 他们的对话 就可以看到 5800多是一年的啊 那么你平均每个月 每年12个月 就平均每个月 大概是500欧元左右了 500欧元 是什么概念 如果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涨价之前 一般来说这样一栋房子啊 可能一个月 平均一个月暖气费 是100欧元 到最多最多120到130 也就是说 现在他这样暖气费 他就相当于涨了5倍 有相当原来的5倍 涨了4倍 想想看 这什么概念 500欧元 对于德国很多普通的家庭来说 根本像天价了啊 然后德国大部分的家庭 统计数字 50%多到60%是租房的 假如他真的是租了一栋房子 即使租了一套 那咱们说100平米的 对吧 那也要250欧元 暖气费 还有这样那样的费用呢 所以也就是说 可能他在租房住的话 比如说这样100平米的房子 一个月 现在绝对要1000欧元以上 再加上暖气费 再加上物业这样的那样的费用 那么估计啊 如果你1000欧元 是相当于你交给房东的 德国叫冷租 才是属于房东的 附加费用加上去呢 全部我猜肯定要1500欧元左右 这是普通人普通地段的房子啊 像在这个地段 不是这栋楼 70多平米 德国70多 相当于国内大概90多左右 因为他德国没有公胎的面积 我家的房子如果往外租 大概是1100到1200冷的 再加上 比如说暖气费 可能250 就到1400多 再加200欧元 其他的费用 那就16001700了 大家知道吧 在德国一个普通的人 一个普通职员 全德国平均是有工作的人啊 按照德国统计局 每个月拿到手的是2400多 2500都不到 你想想看 光是房租 如果是你一个人工作 光是房租 全部的费用 就到了1500到1700欧元 你只剩下多少钱了 几百欧元 你怎么活 你还要养车呢 对吧 你要吃饭呢 你还要社交呢 所以别说暖气费 只有500欧元 但是对普通德国人来说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财政的负担了 所以你看我这两个德国的朋友 他们在对话的时候 有个调侃说 这就是民主自由的付出的代价呀 我们德国人不是说了吧 我们不能要不从俄罗斯进口 他们的石油 他们天然气呀 现在我们要付出这个代价 我们要从美国进口贵4倍5倍的液化器 因为美国的液化器是自由的 是民主的液化器 对吧 当然我的这个德国朋友 他是当时讽刺 有些德国圣母表这样的话了 所以价值观是一回事情啊 轮到自己要从自己腰包里面掏钱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 德国人呢 就大骂 现在说德国的政府怎么怎么样 不是我选出来的 不代表我 但是这就是民主啊 虽然你没有选他 但是人家选了他呀 把他选上去了 对吧 所以他做出那样的与俄罗斯为敌的 那个政策 那吃亏的 买单的是谁呀 是全部老百姓啊 相当于你没有选那些人 被绑架了 没有办法 这就是所谓的民主 还有另外他们要谈到 这次你看 通过俄罗斯与乌克兰这边 这个战争引起的西方 北约的制裁 西方就是国家制裁 说来说去就是这三 三十多个国家制裁吧 参与的就是三十多个 因为北约就三十个 再加上五眼联盟的 还有两三个对吧 然后再加上日本呢 加上台湾省 对吧 就这么多 没有那么多了 就全是他们西方老是说 你看全世界都在抵制俄罗斯 其实并不对 如果是把他们人口加起来 有多少 大不了就是10亿人左右 但是全世界有80亿人口啊 也就是70亿的人 是不同意抵制人家俄罗斯的 连你看所谓的世界最大人口 的国家 印度也不抵制 印度14亿人了 跟中国差不多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 西方老是喜欢用自己的意志 强加给全世界 这就是独裁的表现 对吧 你本来就是少数 你还要代表全世界 他们谈到了 就是像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英国 现在 都把俄罗斯那些富豪 寡头们 他们的在当地国的财产 还有当地的豪华他们的游艇 把它没收 真的是要没收这个词啊 昨天那一期我就讲到 所以我就不深入这 不再深入这话题了啊 我的德国朋友 他们当然也关心时事 也看到德国媒体的报道了 然后有个说 因为他自己有房产 可能还有一些钱 Fammergen就是钱的意思 就是财产的意思 他也担心啊 他说有一天可能我的财产 我的房产 也会被德国政府 把它没收掉了 然后另外个说 当然会有这个可能啊 你看像这种 如果你普通的德国老百姓 也往这个方向思考的话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了 这种啊 因为他们一直对自己的民主制度 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呢 通过这次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之后 你看西方它的操作显现出来 一个是老百姓 现在这个一个是开车 那个汽油柴油越来越贵 对吧 然后暖气 你看是你不得不用的冬天 否则你被冻死啊 对他撤身利益 现在攸关的时候 他就会现在你看 他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根本不考虑 我就说制裁俄罗斯怎么怎么样 他根本没有考虑到 啊我明天还要开车去上班呢 你看我家还有暖气费呢 这点他做键盘侠的时候 没有想到啊 而现在真正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他们肯定是有思考的 所以他们就说了啊 这个朋友就说 他说他想呢 把那个房产 结果把它抛掉 然后呢到国外去住了 到国外去租 然后这样更灵活 想去哪里去就去哪里 比如说想去西班牙 就去西班牙住一年半年 然后呢想去希腊就去希腊 那想到什么泰国 呃还有埃及这种反正暖和的地方就去 总比你在呆在德国冬天 这个又黑又冷的 又湿的冬天更好吧 对吧 今天像他这样的人都这样考虑了 那肯定还有数十万的德国人 可能也会这样想 大家想想看 如果大家都不在德国消费了 或者是越来越多的人 不愿在德国消费了 那对德国的未来 对德国经济 是不是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呢 所以这个德国的政府啊 他应该应该是不得不听这个米利坚 他们的指挥 那没办法 其实呢 德国的政府就其实就是没有自主的傀儡政权 可以这样说 真的是傀儡政权 我发现了 如果关心这个时事的 知道就是前段时间 在俄罗斯攻打那个乌克兰之前 德国的总理新总理就到华盛顿去续职 对吧 就是说去报道去了 去跟拜登 去报道 请安去了 德国总理也去了 还有德国的外长也去了 说到这个请安 向这个米利坚请安报道的 你看人家韩国新总统刚刚选上就马上打电话给拜登了 说明你看这些所谓的西方国家都是他的傀儡政权 外交自主根本就没有 我相信德国总理他原来新总理他原来就说了 他说他一定要设法让北溪二号通弃 你看通过这个美国一直一来一直来拱火 把这个战争把它跳起来之后 那德国总理不得不放话说啊 这个北溪二号不能通弃了 就是因为俄罗斯这个邪恶的这政权 好吧 就这样你看 本来这德国特别需要这俄罗斯的天然气还有石油的 就是因为米利坚的拱火 所以现在德国不得不做出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这个决定 明知道这样做是往自己的胸口插一把刀 但是也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那个老板啊大西洋对面那个老板他发话了 你不得不满足他的要求啊 否则有的朋友们说啊 哎呦我们是个主权国家 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你知道吧 人家的情报机构啊 情报机构非常厉害 它可以让你被上吊被自杀 对吧 被消失 这个不是没有过 如果你敢违背他的意志 他可以在你 比如说你德国 他也可以挑起颜色革命 把你推翻了 这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韩国的那个政策啊 像这个这姓颖的吧 这个政治素人 他能够以微弱的优势选上去 是不是后面也许通过他整个什么 呃剑桥分析那个公司 通过这网网上的造势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呢 反正过去出现过这样很多很多势力 事情的事啊 势力 那韩国是不是这样呢 刚才说了我没有去关心过 我只能去给一个问号给大家 回到我德国这一能源的疯涨 德国用词是能源价格爆炸 大爆炸 五倍的价格 那肯定是大爆炸了 对吧 我相信呢 今后可能在德国的整个社会 可能还形成一定的不满的情绪 是不是会发生像在原来小土的那个国家 那些卡车司机啊 为了自由上街那种抗议的 或是法国的黄马甲那种运动 咱们也不知道 我相信如果德国的老百姓 他过不下去了 他也会去造反的 应该会去造反 照我对德国了解 每个月500欧元的暖气费 我相信大部分的家庭 都会非常吃力 真的会非常吃力 但是还不是自己 德国选民自己 选出了这个制洁政府 他我们知道 本来就知道 绿党是个胜目标的党 但是你还要选他 绿党还说德国能源还不够贵 德国能源太便宜了 当时还说 这汽油起码要超过2欧元的时候 才算不便宜 现在都2.4欧元了 我不知道绿党的人怎么想 说到绿党 告诉大家吧 哪些人喜欢选绿党呢 哪些是德国圣母标呢 一般来说 教师行业 还有社会工作者 还有学文科的人 律师 刚才说的教师 社会工作的 作家 艺术家 还有就是德国的公务员 因为这些钱 不管你国家发生什么动乱 他们属于国家公务员 他每个月汉劳保收的 这些人 他就比较胜目标 还有另外一些 什么胜目标呢 就是吃国家福利那些人 不工作那些人 像在德国的首都柏林 就有很多这样的人 那些极左的都是吃国家那种福利的人 他不用去工作 每个月可以领社会救济 然后可能还可以拿NGO的那些好处费 也有可能 比如说你帮我去抗议 每天我发你50欧元 100欧元 他除了领国家福利之外 还有其他的现金 不去白不去 当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 我只是猜可能有 因为像原来香港的黄马甲 那些黑鱼伞运动那些 都是领钱的 对吧 某某个什么CIA的组织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NGO 在后面 拱火 德国的NGO也不少 所以 如果你违反了 米利坚的意志 去干一些 不符合米米利坚 他们国家利益的事情 德国的政客 他们的头可能也不保的 所以你看 凡是西方的政客 都不得不不得不啊 服从人家那个米利坚的意志 没办法 所以 就因为人家不断不断拱火 才造成了 目前欧洲这大乱 欧洲越乱 对米利坚 他的霸权就越有好处 对吧 像这个咱们以前已经说过了 那今天我就不再重复了 刚才就说了 就是德国现在能源的价格 暴涨 爆炸之后 对德国普通人来说 已经造成了 很大的 可以说是心理震慑 现在 因为一看电 网上 那个价格 一比就出来了 有些人现在要买下一年的 下个冬天那个油了 他一看到这价格之后 才知道啊 一切都太晚了 不应该跟俄罗斯对折干 我家那位就原来就说了啊 德国应该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虽然价值观不同 但是德国的能源特别依赖 人家俄罗斯 你不跟他搞好关系 你舍尽求远 你看现在德国也准备建造 那个叫做液化器接收战 就是呢 从灯塔国那边 那个LNG那个船 把那个液化器 把它一船一船的运过来 几千海里运过来 不远万里可以这样说 运到欧洲这边来 你还要花巨额的资金 建那个接收战 对吧 然后再运到德国各地 用我们老家一句话说 就是脱裤子放屁 就是多此一举 就这样 然后现在乌克兰那边 还有东欧那些小国也一样 也在考虑 也要还有 特别是波罗的海那三个小国 他们一直是跟着俄罗斯 对着干的 也在考虑呢 虽然他们特别 俄罗斯的气就在家门口 他就特别反俄 没办法 现在你看关系搞得那样 所以他们呢 也得建那个液化器的接收战 真的舍尽求远 这些人呢 不做不死 所以我就说了 欧洲这些人呢 因为这个主义 因为这个所谓的价值观 所以呢 自己脑残到 在这地步 无可救药 我一点都不通情他们 我还是拍手称快呢 希望呢 这个能源价格多涨一些 虽然我在德国生活 我也是受害者之一啊 但是我宁愿看着所有的德国人 他们受害 而且我整个冬天今后 我不想在德国待了 有一天太贵了 德国人起来造反 那就让他们造反吧 反正我现在就是一种吃瓜的心态 我看着德国 看着欧洲人 看着北约人 怎么样上串下跳 像那个秋后的妈扎一样跳 倒是惩罚 或是那个买单 还是他们这些所谓的民主自由 以价值观 搞文革这些人 西方人现在就是他们的搞文革 这些人买单吧 制作自售 所以说我一点不痛心 我看着他们这样的对话 我心里特别觉得特别过瘾 特别好笑 乐观齐成 好吧 今天说的话题就是关于德国能源价格 暴涨 暴涨 倒是普通德国人现在也知道痛了 然后他们私下里的谈话 好了 今天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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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